卓西湘清水部落简易自来水多年来因为水源区山头属于易崩塌土质 一下雨水质就变得很浑浊 让居民饱受用水之苦 甚至还得行消防车特地到部落供水 因此部落希望另找水源 由立委服务处和水利署名代等相关单位一行人前往部落会刊 另寻简易自来水 卓西湘清水部落简易自来水多年来因为水源区山头属于容易崩塌土质 一下雨就会水灼浑浊不堪 居民饱受用水之苦 宣传还得跟消防车特地到部落供水 因此部落简水管委会 希望另找新的水源 由立委服务处跟水利署名代等相关单位一行人 在简水管委员会带领之下前往部落会刊 旧的水源斗经常都是如果下雨 它下来的水就浑浊 变成说我们不方便 每次要洗澡都很不方便 多有时用那个我们的灌浅水 用洗再冲灌浅水 所以好像对我们春雨说不方便 我希望说上期能够协助我们这个水源 新的取水处距离原本的蓄水池约有五公里 相关设施需要一笔经费来设置 部落简水管委会希望政府单位补助经费协助改善 处里面呢我们采用协助的态度 那就是用公所提出申请之后就有一个规划图出来 那规划图呢它到底用到多少林班地 会由林管处来审择 那有关于民生用水的部分林管处理当协助 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经济部水利署 还有我们的那个农委会的林务局 包括我们县政府乡公所代表会 一起来做会刊 希望能够解决我们部落的一个用水的问题 会谈后相关单位跟部落族人进行座谈 针对部落相关需求 水利署跟林管处希望县府或公所 9月份前完成相关规划申请 并且全力协助土地使用跟相关费用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